不少人都会食指大动 不过在台湾小吃远近驰迷的猪血糕 竟然被美国的农业部认为 制作过程不够卫生 下令全美禁止制作贩卖猪血糕 不过这也让国内业者非常的气愤 觉得很不公平 撒上花生粉再放点香菜 这个令人食指大动的猪血糕 是台湾的传统美食 也是不少旅居国外华侨最爱的食物 虽然去年猪血糕被英国旅游网站 评选为全球怪食物第一名 但有民众立刻制作一只猪血糕的形象短片 要替猪血糕血齿 究竟猪血糕是怎么做成的呢 首先是由屠宰场窄杀猪之后 搜集的猪血再运送到食品加工厂 混合糯米并经过200多的高温杀菌制作而成 不过最近美国农业部却以猪血糕 制作程序不卫生为油 通令全美国食品加工厂停止制作贩卖猪血糕 此令一下让唐人街的猪血糕 价格飙涨不少餐馆迫于成本的压力 也都纷纷停止供应 对于美国的这项做法 国内制作猪血糕的工厂觉得很不合理 清雪来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点污染 可是污染的程度到我们的杀菌槽里面 都是高压快200度的杀菌 高压里面杀菌 所以它的污染度已经减少到零 到底台湾夜市热门小吃猪血糕 胃不卫生 卫生署表示他们都有定期击查制造厂商 及抽验成品 一旦发现乱家防腐剂或是脏乱都会开罰 以猪血做猪血糕等原料的猪血做原料 做这些猪血糕等相关产品的话 它有添加一些违法的添加或添加过量的话 此外卫生署也说如果有业者想要外销 出血糕到国外都可以向卫生署申请证明 也可以向农委会执检局申请 不过能否通过还是要由国外来认定 记者为了林国黄台北报道